跟马行空冲击时事 每天早上八点一定收听榴莲台 我是林国文 21件的食摊位 然后就是知道了 关闭了142件为例的 这些饮食业者单位 然后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公司是有 五合一疫苗的 这一个叫什么 就是疫苗吧 对 疫苗 那这些疫苗是 其实小朋友出事的时候 一般上都会打一些疫苗的 而这些预防针 主要是针对某一些 比较容易感染一些疾病 包括可能像以前的天花等等 我听现在天花应该是绝迹的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应该没有再传染了 还有一些可能麻风症 麻风症我不确定有没有 我记得打了好几支针的 那现在可能又要更 一些可能可以不用打了 因为都已经绝迹了 那就可能有换了一些东西 那现在大马卫生部 就目前就表示 表示是缺乏一个五合一的疫苗 那这种疫苗呢 是能够预防白猴 破伤风 白日咳 小二麻痹症 还有B型流感 嗜血干菌 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 那这些呢 我相信都是对 小朋友来说 是可以致命的一些东西 包括白猴啊 它是令到呼吸困难啊 这样等等的 这些疾病的 白日咳就不断的这个严重气管感染的一种问题来的 所以这些呢 都对小朋友来说呢 是一种很严重的这个疾病 那如果是有了这些疫苗 也许可以预防 小朋友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扰 或者这样子的一种痛苦 是 对我印象深刻的是 在儿时的时候 我打过的针 就是要避免这个 水痘还有麻疹的这个针 所以这些 其实对小孩子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毕竟在小孩子的一个生活成长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们小孩子是很不太容易会表达的 尤其是现在如果 我很常接触到小朋友 我会知道他们大概一些 他们会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他不太舒服 他也不太会说 如果你观察不走到 尤其现在的爸爸妈妈 如果观察不太好的话 那可能他面对的一些问题 你也不懂 那发现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迟了 所以现在健康的问题 小孩健康的问题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 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看一下这个慕尤丁的事情 副首相 我们的副首相 拿多斯利 他就有促请前副首相慕尤丁 希望他接受事实 不应该去缅怀过去改变不了的事实 他是说什么事实呢 其实他就说到了 政治现实是决定一个人的位置的主要元素 我尊重他所说的东西以及感受 可是他觉得我们 就是我他就是慕尤丁或者是这个阿玛扎丁 他们都需要面对现实 不要缅怀一些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可是又没有成为事实的事情 他就这样说的一个说法 就在讽识慕尤丁的 说白一点 这个话背后的意思 应该就是以一般普通的这种说法来说 应该是这样子 死了这条心吧 你已经被辞退了 接位的就是我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现在的副首相叫做阿玛扎丁 是 就这么简单 对 他就觉得说 任何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是领导臣 那希望慕尤丁现在他已经不是这一个副首相了 副首相是阿玛扎丁 所以他就说 他也是 他就希望这个慕尤丁看清楚人民现在的选择是什么 这个又不是这么说的 人民现在选择呢 是你要看哪一批人民 现在人民分成不同的这个阵营 如果你要看回明年的阵营 那明年的阵营选择绝对不会是你 就是不会是你现在这个副首相 或者是之前前任这个副首相都不会是 甚至别说这个副首相连首相都不会是明年阵营的这个选择 所以人民的选择 这种说法是很笼统的 他必须是一个看你说的是哪一个阵营 你说如果大部分人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部分人支持你的 你现在只能够说你今天坐上这个位置呢 就是因为时事造英雄 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的老大不喜欢老二了 结果把老二就把他持了下来 把你捧上来 就是这样子你才坐上这个位置 所以你叫人家看清事实 所以没错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本身你自己要了解 一个事实 你并不是靠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真的很厉害 让人家选你上去 而是你靠的就是一个老大的提拔 就这么简单 是 当然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慕尤丁他自己也有表达一些说法的 慕尤丁他说在敦马在2009年的时候 曾经要他去竞选巫统的主席 就是在代替当时的那个 这个Abdullah 那时候 他就没有选择这样做 他反而是 说服了纳吉去竞选这个主席 然后就也出任这个首相 所以事情就演变到现在 他也被这个首相纳吉 从这个副首相的这个官职都踢出来了 可是慕尤丁说 他本身是不成后悔 曾经要纳吉去竞选的 看得出他也是很宽容大量的一个人 可能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于媒体 或者是对于大众的一个比较表面的说法 可是至少他现在有这样子一个思想 是 那当然另一方面 像通讯和多媒体部长呢 这个叫达多斯利沙烈 他就强调说 这个前首相对Abdullah下台呢 但是李慕尤丁也是前副首相 是主要的帮凶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帮凶 他甚至痛批 慕尤丁呢 是遗忘历史 当年是慕尤丁 不断向Abdullah施压 结果现在呢 就导致了变成 纳吉上位 但是那个时候呢 反而是纳吉中心Abdullah的 所以他就说 慕尤丁已经忘记历史 那个时候呢 这个前首相敦马退位不久呢 慕尤丁就开始批评Abdullah了 所以你看哦 人只要在位 没有人敢动你 但是你一失去了 失去了这个权限的时候 权力的时候 你四周围这些 谁同寻爱啊 全都爬出来了 全都是要踩你一脚 往你身上踩多几脚都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现实 你失事了 你就什么都不是 你一得事 你一遭得事 你就鸡犬升天 身边的这些鸡狗 都全部跟你一起升天去了 这是一个政治现实 撒赖赛伊太记有说到的 纳吉 是他对于这个事情来说 就是他希望 他说副首相本来就是 应该要效忠这个首相的 也就是说慕尤丁他在位的时候 他应该要去效忠纳吉 而不是去批评他 或者是 把他很多的事情都揪出来去谈的 包括这个1MDB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知道慕尤丁 对于这件事情是很大事的 去坎坎而谈 然后去把这个事情 把首相那几不放在眼里 去谈这件事情的 那首先我们要看看 效忠的定义是什么 效忠的定义就是 无论你的上司 你说效忠的这一个领袖 他犯了任何一种错误 你都必须至始不欲的效忠他 也不能够去质疑他 是这样子吗 效忠的定义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子吗 还是说你必须大义灭亲 如果你发现到 即使是你的自己的亲生父亲 亲生母亲 自己的亲人 做了一些措施 你必须大义灭亲呢 所以效忠是看你怎么去看 我觉得 如果是你选择盲目的效忠 那你幸运的话 或者是这个国家幸运的话 可能还不至于灭亡 但是如果很不幸的话 这个领导人本身是一个就是财狼 或者是甚至一个佣军 那搞不好你这种效忠 你会你这种效忠会 把国家带进一个灭国的一个边缘 我觉得效忠他主要的定义 如果自己来说的话 这个意义是在于 效忠首相在做一些 会及人民的事情 因为毕竟你身为一个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你的主要的这个 首先要会及的人 就是人民 然后照顾人民 那如果是对于1MDB这件事情 我们也知道 虽然说没有会及人民 也没有伤害到人民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事实的真相 那么这个事实的真相 我们知道慕尤丁副首相 他在位副首相的时候 他就是要纳迪把这个真相交代清楚 那就是会及我们人民的事情了 那如果是纳迪自己本身都不把这个事情 都说清楚的话 那很明显他就是不照顾到人民的一些事实相 但话说回来 你看我们的这个 如棍勒嘎拉当中 第一条我们叫幸福上昌 第二条叫什么 忠与军国 那忠与军国 这个事情 军和国指的就是 可能当然就是我们的君主 因为我们是君主立宪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君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国王啊 或者是苏丹啊等等 这样子的 那国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忠与军国的国是指哪个部分呢 是国家 国家呢 国家代表着谁呢 是国家领导 就是首相吧 这个很难说 可不好是人民呢 所以你看 这些东西呢 就是他们说的一个一个清楚 那忠与军国 我们当然要效忠于我们的这个 呃 苏丹我们的国王等等 但是这个国指的究竟是谁 是不是呃 带领这国家领导人 包括像首相 或者首相这个团队 还是说这整个国家 包括宪法 因为你看忠与军国过后 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第三个是什么 维护宪法 所以呃 有时候 这整个五个如棍的格拉当中呢 其实他 他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 只是有些事情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模论两可的 看你 看你去怎么去诠释他的这种说法 是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柔佛这一边的事情 柔佛州的州大臣 那都摩哈马卡利 他就说到了 啊 华人是马来西亚的一分子 我国就是因为拥有不同的种族人民 一起生活才会如此的进步 当然他说的这句话是有事实 也有 就是 其实也是事实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我们有不同人民的种族 生活在一起 才会 呃 有现在的一个情况发生 现在我们虽然说不是很 很非常进步 很先病 很先进 相信这波那般的先进 可是至少我们还是进步的 呃 为什么我说进步呢 至少我们有企业 然后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也是有一个水平 呃 虽然说一直也在败坏 可是我们至少从呃 八零年代起到现在 都一直在进步着 这个纯粹是响应 之前呃首相纳吉的一种说法吧 对 我记得纳吉也说过 哦华人不是外来者啊 他们是我国的一份子啊 之类的 那这个就看你怎么去听吧 也许对我来说 呃这个这个是没有很大意义的一种说法 为什么呢 可能是纯粹是政治需要 你才会这么说 那如果是没有这样政治需要的话 呃他可能说的 或者或者是呃一些某一些需求 他可能说的是另外一番话了 他他不是这么说了 你就就就看你在哪个角度 站在哪一个环境 站在哪一个呃需求上说这一番话 是他的他的言词里面提到一句话 先把他简述出来 他说我国制独一以来 尽管各族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 习俗信仰语言等 仍然就能仍然能够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 让国家迈向进步 这些功能都是归于各民族 而不是单一族群的 确实我们也看得到一个国家 我们的国家啊 现在的我们的发展 虽然是经济上的发展 或者是教育上的发展 都不是单一的种族去把它搞好来的 而是呃各种种族去搞好来 当然这个成功的这个呃 酬劳或者是功劳都是要归功于各种族的 而不是单一种族的 如果真的大家都那么认为的话 就是国阵当中的尤其在巫统内部 大家都真的是认同这番说法的话 那就应该接下来日子 不会再有发现到有红衣人集会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啊 马来人之上啊 华人什么之类的 这种极端性的说法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那如果再出现的话 我还是又变成呃 我还是觉得说 这些说法都是废的 都是屁的 纯粹是应景的一种说法 嗯 是 所以呃 种种的说法 我们还是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总之我们的国家就是有很多不同种族 生活在一起的 那么现在这个国家的进步和退步 都是这三大主要三大种族 还有其他呃 其他不同的种族一起 呃造成的 是进步还是在退步 还是保持不变 在未来的这个事件当中 也是我们自己去呃 一手造成的 嗯 对 那当然呢 很多人现在对首相纳吉的领导是非常不满的 呃 这是非常明显的 也不需要多说 那现在就看到在呃 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他在一个集会当中呢 他就呼吁说 要巫统三百万名党员站出来 对抗压制党员的巫统领袖 呃 拒绝继续支持首相纳吉的领导 甚至他是说 要挺蹲马 骑救大马 你觉得可能吗 就是他叫巫统的人出来反纳吉 这个三百万党员呢 要他们出来挺 叫他对抗纳吉 这个简直叫异想天开 是不可能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一些 这个是有的讨论的地方 有的争议的地方 就是说 他是要挺蹲马的 嗯 当然当然他也揶揄说了 就是说 呃 是敦马呢 造就了现在的纳吉 只是敦马呢 现在是以行动将功赎罪 所以他愿意全力支持敦马 挽救马来西亚 呃 你你怎么看呢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意思是说 以前 敦马和林吉祥呢 其实是不两立的 嗯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在两个两个不同的这个极端上来对抗的一个是站在国阵的这个角度一个是站在反对党的这个角度两名都是呃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敬仰的领袖啊可以这么说啊那这两个领袖呢都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到今天呢哎竟然反过来反过来了他可以他可以忘了过去马哈迪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只要能把那那极拉下来的那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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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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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